我不同意 他处了 处了要给一脚 他如果自己喜欢 不行 绝对不行 真正喜欢也不行 不行 帮妈宝南来相亲 相亲现场是个什么状况 今天参加相亲的小伙32岁 从事铁路维修工作 月薪5000左右 别人来相亲都是自己来 这小伙直接把自己的老母亲带来了 直接就把女嘉宾整猛了 不过这位徐宝宝可不简单 据说人家谈过的女朋友 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看来这小伙也有他的过人之处的 这不 节目刚开始 徐宝宝就给大家来了一段 我也飞不出 滑滑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嘴的蝴蝶 好了 好了 别唱了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受到这么油腻的攻击 不过 话说回来 我们的徐宝宝的过人之处可不止这些 我是一个爱说爱笑 有主见的一个男孩 我比较喜欢唱歌 还有踢足球 稍微会一点乒乓球 然后还喜欢乐三国 瞧瞧 这兴趣爱好多广泛 还很有主见 大家记好了他有主见这三个字 待会儿要好啊 接下来主持人就开始问这小伙 你是怎么报名参加我们这节目的 于是小伙回答 通过其实是我妈妈让我报名的 她经常看这种相亲节目 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有主见吗 这么快就打脸了 真是给我整无语了 接着这位徐宝宝就说起了自己的词欧标准 还是得走心的 但是呢 温柔一点的也行 是不温柔的强势点的也行 主要就是说 他能跟你好好过日就行 这不是我说 徐大哥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 这意思就是是个女的就行呗 于是第二天 徐大哥就带着妈妈一起来到了相亲现场 这红娘一看小伙还把自己老妈给带来了 直接猛了 不过人家红娘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于是就坐下来淡定的问道 今天妈妈跟着一起来 帮你也擅不擅多吗 反正这玩意就靠着自己 太缘分了 太缘分啊 看得出来这位妈妈还是很善解人意的 只要自家儿子喜欢 其他都是小问题 这时小伙的第一个相亲对象也到了 于是 红娘就问着徐宝宝 感觉你家品咋样啊 你演她的外貌是你喜欢的这小伙 是 就是我比较就是稍微胖一点那样 男人也喜欢瘦一点 不是我说 徐大哥 就你这胖身板还嫌弃人家女嘉宾胖 怪不得你单身啊 相反这女嘉宾对徐宝宝的评价 就相差甚远了 其实我对男生没有什么 就是不反应就行 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不调长相 不调长相 瞧瞧人家姑娘多实诚 但是这姑娘看到人家家长在现场 多少有点放不开 不过该问的还是得问 这一顿猛话 让我不得不说姑娘 你是真会讲话 这课套结束了 也该进入正题了 这一想到为啥分手 把姑娘给整害羞了 不过我们徐大哥也是个坦率的人 直接就坦白了为啥最后没在一起 然后慢慢出出处的时候吧 我觉得出得可以了 就是谈活论价吧 就是他家就要彩礼了你知道吧 当时我其实我 当时你还不想给的 不是我当时我问了 我说那你要多少 看着办吧 哎呦我这一看着办 我得六位输 原来是因为不愿意给彩礼啊 这里我就要说了 小伙你是真不厚道 没有彩礼人家姑娘 凭啥嫁给你啊 这边话还没说完呢 这小伙的妈妈就立马插嘴道 不是要彩礼你给啊 嗯 这话一出 小伙瞬间没了底气 像急了小时候犯错的样子 这时候姑娘还觉得搞笑 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继续说着彩礼的事情 而小伙的妈妈 却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当即打断道 不给 今天你不给彩礼 我也是这么傻 我也是 我不同意 这场面也太尴尬了 而且这小伙也是瞬间变脸 真是让人错不及防 这些礼数我听得挺好听 但是做的事呢 有点虚伪 你要说要钱就要钱 你干嘛又说什么礼数啊 说的 怎么怎么样 我就懵了 我说你是相同人了 还是相同啥了 我这人就说啥呢 为什么我跟你讲过 我就说 我就找个走心 这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 我跟你谈感情 你跟我谈彩礼 这一看跟我就没走心 那这些女人我是坚决不许 瞧瞧 直接把主持人给整我语了 那阿姨我插一句话 就是你们的理解是 谈到彩礼就不存在走心了吗 就是彩礼和走心是称呼的吗 那你还是跟钱顾还是跟 那你不是图钱 那照男嘉宾这么说 我以后跟人出对象 就不能提前的事 一提前你就说我不走心 这隔谁受得了啊 这使你嘉宾也是听不下去了 直接反驳道 你说我出态度了 全因为彩礼黄的 那么你认为 全都是怨在女生身上吗 就是咱不要找找自身的原因吗 也有不要的 也有不要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绝对不合适的话 我肯定当天立断 因为怎么讲 但是如果你要觉得 他人还合适 他要彩礼 那你说你怎么办 放弃 也还是放 就因为这个彩礼你放弃 对我反弃 就因为十万八万的 你把这人 这个合适的人都放弃了 他肯定不是奔我人来的 我是奔他人去的 就这么高 听完徐宝宝的话 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 还有这种基底存在 真是让我想不出 啥好词来形容了 大家帮我想想吧 这时徐宝宝又有话讲 我虽然说出过这么多 但是我很感谢女人 怎么呢 因为她教会我太多的 她才是我最好的老师 女人才是我最好的老师 老师为啥呢 学会太多了 真的 例如呢 例如你怎么去关心 你怎么迅速了解她 你怎么就是说 她脾气不好也好 霸道也好 任性也好 你怎么想到对策 那你不能按兵不动啊 你按兵不动 那不就凉了吗 这话讲的属实 让人感到迷惑 人家女嘉宾还坐在这呢 小伙你这么讲话不太好吧 于是红娘也好奇的发问道 就现在就对于女上 这一块都属于门情 门尾是不是 也不是门情 别的别的 这时女嘉宾还想着 如果让小伙换位思考一下 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这里我就要说了 你还真是想多了 家亲姐姐 又不是亲妹妹 她结婚的时候 那你一定会告诉她 你说 姐你可不能冲药材里 能搬人钱去的吗 是不是 你就跟她过 你就不能忍 跟她跟她忍过就行 你会不会这么高 会啊 一定会这么说 因为我姐结婚的时候 我看见了 我姐像你说的对 随了六万块 装修的房子买的家电什么的 你姐随了六万块 我姐给男方六万块 然后男方一分钱没逃 你姐给男方六万块 很正常啊 太正常了 我告诉你 我大姨父退休了 她的供给金取出来了 直接给我姐换台车 然后又买套房子 写我姐夫的名 原来这才是婚姻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属实让我开了眼界 但是这徐宝宝 谈了这么多段恋爱 为啥没成呢 还得感谢她有一个好妈妈 我不同意 她处了 处了要给玉角 她如果自己喜欢 不行 绝对不行 真正喜欢也不行 不行 阿姨就是在她婚姻上 特别 必须得做主 主事的这种 不是主事的 我说的话 大姨父亲得听 我并不是说的那个 她对的 我说的对 她肯定得听 怪不得呢 那这里我就好奇了 万一这小伙 很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呢 她老妈也这么搅和妈 看完下面这个发言 终于让我明白了 超具你妈妈的意见 你跟她的感情 到底是怎么样 我跟她的感情啊 咱也不噎着不长的 感情很好 但是 我妈妈只有一个 咱就是说 就你这样的 能找到对象才怪呢 于是 徐大哥的第一段 相亲已失败告终